在这里开展国防培训 既是对我们监视体能的一个综合提高 更是对我们政治素养的前方位提升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根系红金精神 在学党史中牢记初心永担使命 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在围剿战争的胜利 在吉安东湖一避代替了半个多月 三次军事围剿 而此时的主力红军的当时 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为指引 传承红色基因 发扬革命传统 锐意进取 顽强奋斗 坚定人生信仰 在平凡的岗位上 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回顾历史 缅怀先烈 我们将继承先烈的精神和遗志 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 练就真本领 真功夫